好 我有機會就去看 不要有機會就決定去吧 是嗎 就要你加入 這樣的兩岸全脈交給人 好不好 全血話題也能聯想 兩岸一家親 出席陸生國際生開學典禮 當期馬老師心情一派輕鬆 但回過頭來不忘提起政績 我八年前上任的時候 陸生一共是823位 你去年一到四萬兩千人 增加差不多五十倍 接起兩岸互通的橋樑 八年來兩岸學子人數急劇成長 但就在520後這樣的榮景 恐怕每況愈下 現在對岸來學習越來越少 你覺得有這個很重要嗎 有 不是 但是就是想來的人 就是填爆這裡學校的 還是很多的 互相去學習對方的這種 好的這個地方 而且台北本來就是一個 很有魅力的城市 學習這種東西 本來交流是很自由的 對 我覺得不應該受政策的影響 少了九樓共識 兩岸關係 降到冰點 政治變化的洪流 第一線的學生很有感觸 其實廣大的新興學子 對台自由學風向往 依然難抵現實的僵局 我們因為這個大環境 很多是我們很現實很難改變 所以我們花了非常多時間 跟學生的家長做溝通 跟學生的本人做一些電話 或是電話的聯繫 讓他們知道他們到實在台灣來 不會因為政治環制的改變 而有所變化 受限大環境各個學校 只能單點突破自行苦撐 意識形態與百姓補止之間 該如何選擇 蔡總統恐怕得好好權衡相向